大家信心念念的2022七夕锦衣这次是真的提前曝光了 昨天有位测试区的老哥表示 他们去已经有多个渠道能看到新锦衣 下面这张图确实就是今年七夕锦衣的宣传海报 从测试区的新道具《时空传书》里 也能看到今年七夕锦衣的宣传图 外媚还专门去测试区看了一眼 今年七夕限量锦衣的名字已确定为水云归 以下是水云归男女款的成就秀 男款的头发应该是能超越浪淘沙了 要知道衣服和头发都好看的锦衣可没几套啊 下面是男女款青花瓷加浪淘沙加水 名归成就秀统矿对比 青花瓷有帽子应该还是很稳的 但是浪淘沙嘛 商人估计都已经在瑟瑟发抖了吧 下图为贴把老哥爆料的游戏面效果图 真实性暂时未知 但这穿的确实少啊 今年的七夕锦衣武器 名为绞杀水枪以及浮原白泽 水枪需要6万仙玉积分才能兑换 比翻版永圈贵了整整一倍 游戏内效果如何暂时未知 值得一提的是 测试区装备似乎出现了一些新属性 这个新称属性代表啥意思完美 暂时也不清楚 但测试区部分装备已经有颜色区分了 类似毒奶粉的白桩子装成装 甚至还有对某门派增加伤害 对某五行增加伤害减少伤害的属性 就离谱 那也就是说前段时间被曝光的这个100级 六篮子罗汉馆头是真的了 不过婉妹觉得现有装备体系大概率不会被推翻 可能只是活动属性 又或者是先用活动做铺垫 为以后推出更高等级的装备打下基础吧 看完新锦衣大家先别太激动 毕竟推出浪淘沙那会的环境跟现在不太一样 当年还没有屯井一这个概念 下方三界大改玩家数量几乎是开服以来最少的时期 错过浪淘沙的人很多 再加上商人台价也收越高 这才让浪淘沙翻了十倍 如今正是梦幻玩家最多的时候 而且屯井一的概念也普及起来了 想重现清华词浪淘沙的神话 估计不太可能了 评论区那些售卖车卖房贷款屯限量的老哥 一定要三思啊 评论区那些售卖车卖房贷款屯限量的老哥